大家好,奥德萨方向又有了最新的战斗 昨天乌军又一次进攻蛇岛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说法 乌军在奥德萨地区出动了6架米8和米24直升机 在夜色掩护中对蛇岛进行突袭 俄军袭击了乌军两个指挥所和五个人力和军事集中区 另外用导弹攻击了乌军奥德萨方向的军用机场 俄军的火箭部队炮兵打击了318个人力和军事集中区 400名乌军被摧毁 48件军事装备被毁坏 昨天在蛇岛附近还发现了黑海舰队的22870型救援托船 以及21820型登陆艇 抵达蛇岛 俄黑海舰队的登陆艇抵达蛇岛 现在已经说明俄军已完全控制蛇岛周边的海域 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蛇岛 现在看乌军对蛇岛连续三天的进攻已经完全失败 另外还有个消息 乌军已经证实海军副司令伊霍尔贝扎伊上校于5月7日晚身亡 这是乌克兰国家通讯社证实的 是乌克兰官方媒体证实的 根据乌官方的报道 贝扎伊分管乌海军航空兵 曾担任乌海军航空兵第十旅的旅长 他被认为是乌克兰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 根据乌克兰真理报的报道 贝扎伊是在7号驾驶米14直升机执行作战任务时 被俄军战斗机发射的导弹击中而身亡的 实际上我三天以前的节目给大家介绍过 贝扎伊实际上已经身亡了 他是空军第十旅 而且他有俄罗斯护照 这个人有俄罗斯护照 那现在这个消息过了三天已经被证实了 所以我说我有时候的消息是提前基本上一天到两天时间 所以看我节目大家一定要准备要耐心 那这个消息又被证实 那么现在从奥德萨方向情况来看 奥德萨现在是俄军和乌军争夺的焦点 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就俄军摧毁了在奥德萨地区的美军的弹药库 美军现在正在大规模向奥德萨集中他的这个M777 以及包括M77所使用的弹药 所以呢 俄军今天摧毁了他这个弹药库 我后面会把俄军摧毁弹药库的视频给他播放 你点标题可以看到链接 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 这个弹药库在哪呢 在奥德萨的里维埃拉 叫里维埃拉购物中心 这个购物中心啊 实际上去过奥德萨应该都熟悉 非常庞大的一个购物中心 现在已经封闭了 里边存放着美军的弹药 在购物中心啊 你想那是吃喝玩乐的地方 你很难想象啊 吃喝玩乐的地方 结果存放着美军M777的弹药 美军最先进的武器 就在这个里维埃拉购物中心 那现在来看俄军的情报掌握也是非常 我觉得俄军的这个情报掌握也是非常准确 一般人是不会想到这个购物中心 平时尽尽出书大家吃喝玩乐的地方 能够存放美军的弹药 穆军就是把这个弹药就放到这个人来人往 熙熙攘攘的一个购物中心 那现在俄军就给你摧毁了 现场这个用了大概是18枚的巡航导弹 18枚巡航导弹 因为根据现在乌克兰方面 奥德萨方面的消息 听到了18声巨响 18声巨响 那也就是18枚巡航导弹摧毁的弹药库 规模之大可以想象 那么现在来看整个奥德萨地区 美军向奥德萨地区增援 他这个弹药库已经被俄军完全摧毁了 这是最大型的一个 所以现在乌军他对蛇岛的进攻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另外俄军还对乌克林的扎托卡大桥 以及奥德萨和摩尔多瓦之间 扎托卡大桥又进行了轰炸 实际上这个大桥之前已经轰炸过 但是乌方又重新维修 使这个大桥能通行 现在又一次炸断了 而且这一次的轰炸 发射了两枚巡航导弹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完全摧毁这个大桥 不是炸断你的铁轨 而是完全要摧毁这个大桥 现在来看 俄罗斯方面就是要切断北约 通过罗马尼亚 摩尔多瓦向乌克兰援助这条通道 向奥德萨援助通道 那么下一步很有可能 俄军要进攻奥德萨 切断你的援助通道 销毁你的弹药库 下一步干嘛 围住你以后就吃掉你 奥德萨 所以我再次提醒在奥德萨的华人 奥德萨这个大战很快开始了 要提前准备 一定要提前准备奥德萨的 很多华人 很多华人看不到这些消息 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 以为乌克兰西方媒体吹乌克兰 战神一样 我们一定要获胜的 乌克兰一定胜利 是啊 他是一定会获胜 但是就需要牺牲 牺牲谁 牺牲老百姓 你不就变炮灰了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脑子清醒 不要跟着西方的媒体说 我们一定会胜 乌克兰一定会胜 胜利了是胜利了 然后你牺牲了 该自己准备准备 这个大战打起来的话 俄军的炮弹也不长眼 能跑赶紧跑 还是我那句话 在奥德萨的华人 能走赶紧走 别 那除了奥德萨方向以外 在北部 白俄罗斯方面 也有最新的动向 白俄罗斯已经开始了 战备检查第二阶段 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进行了军演 随后白俄罗斯宣布 进行战备状态 战备状态检查 那么现在进行到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白俄罗斯方面已经宣布 将加强在乌克兰边境地区的军事存在 而且这一次战备检查 包括特种部队 根据白俄罗斯国防部最新的说法 美军以及波兰军队 在白俄罗斯边境 特别是在乌克兰这个方向 增加了多达两万人 就是乌克兰武装部队 以及北约部队在这个地区 多达两万人新增的 那么白俄罗斯要有所反应 所以特种部队也会参加到第二阶段的检查 那营战术分队在西北 以及西部地区将进行展开 根据白俄罗斯媒体的说法 如果波兰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 那么可能在乌克兰西部地区 白俄罗斯会动用武装力量 实际现在白俄罗斯这支力量和波兰是互动的 大家理解 波兰现在实际他国防部也有的说法 就是要进入乌克兰西部 控制乌克兰西部的主要的基础设施 白俄罗斯现在的想法和波兰是一样的 就如果开打 如果真的开打的话 白俄罗斯和波兰很有可能会在乌克兰西部地区 狭路相逢 就双方都要抢占乌克兰西部地区的重要基础设施 看谁抢的多 看谁抢的地方大 所以下一步白俄罗斯和波兰是一个 那现在白俄罗斯媒体宣布 白俄罗斯军队第二阶段的检查 包括特种部队 为什么是特种部队 给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北约以及波兰 他在乌克兰动用他的军事力量 主要是控制乌克兰的这些基础设施 那么白俄罗斯反制就是动用特种部队 定点将这些乌克兰西部这些重要的基础设施 定点进行控制 那就是对用特种部队进行激降 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他使用直升机使用这种空降 将特种部队降在乌克兰西部地区 然后控制相关的重要基础设施 和波兰方面进行争夺 就看谁快 那么现在来看激降最快 直升机速度最快 很有可能下一步白俄罗斯用特种部队 激降到乌克兰西部 控制乌克兰西部的重要基础设施 这就是白俄罗斯这次第二阶段军演的一个目的 特种部队的加入 那北部是白俄罗斯 南部是奥德萨 你可以看到了 现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实际上也很危险 基辅虽然现在解除了警报 但是现在看乌克兰东部 乌克兰西部 风声鹤唳 特别在奥德萨地区 俄军是一定要拿下奥德萨的 今天又轰炸了尼古拉耶夫 尼古拉耶夫是奥德萨的大门 尼古拉耶夫如果被占领了 那么奥德萨很悬了 现在看又掐断了奥德萨的军事援助 而且乌克兰剩下的那些直升机米8米24 这次海军副司令又被击毙 你可以想象乌克兰他的空军实力 包括他海军 现在看乌克兰海军航空兵已经被完全摧毁了 下一步奥德萨方向 我觉得乌军不会再有大的动作了 这一次俄军应该对整个奥德萨的包围 应该已经形成了 特别是在外海利用这个蛇岛 这个蛇岛就相当于一个不沉的航空母舰 就在这个地区 而且雷达包括反舰 利用蛇岛的补给 对周边船只进行雷达扫描 另外对整个奥德萨地区进行封锁 所以俄军占领了蛇岛 实际上就控制了奥德萨的大满 现在来看俄军的下一步 很有可能会对奥德萨发动总共 那么北部地区的白欧尔斯边境地区 要看波兰 要看波兰 那这是今天奥德萨方向最新的消息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 我也会及时给大家汇报